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3月4号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川 咱们今天聊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一下全网就火了 怎么呢 中国正式通报说 两会往年的两会结束之后 的例行总理记者会取消了 不止临时取消 以后也取消了 不需要了 这个事情传递出来的政治信号 那就相当的充分 也相当的有料了 全网全世界都在报道这个事 那我们来聊了 我怎么看这个事情 不夸张的说 这个事情在未来50年 100年之后 甚至可能作为一个历史倒标和节点 告诉您从今天开始 从这件事发生开始 中国的改革开放结束了 当然中国官方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我们也一起来看看它的解释 合不合理 是不是一个有力的支撑 还是说砖头这个看法更加的正确 咱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主题 好 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新闻的报道 详细的报道 3月4号中午 中国的全国人大发言人 在人大开会前的记者会上指出 说从本届开始 以后会后就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包括了人大3月5号开幕式的总理工作报告 中国的发改委和财政部提及的报告 以及会议期间各部委所召开的记者会 都已经能够足够的充分的对社会问题 有一个深入的解读和说明 所以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就不重要了 这个理由看起来可以说服很多 不关心政治和岁月静好的小粉红 但是据我们所知 从这个1990年 就是这个90年代初期 从那个时期开始 中共就有这个传统 就是每年的人大闭幕之后 紧接着就在这个人民大会堂 举办总理记者会 这个总理记者会的特殊点在于 不只是中共他们内部的一个惯例 惯例就是需要用来遵守的 另一方面也是中外记者少有的 能够直接和中国政府高层会面 或者说直接提问的一个窗口 你不要小看这两者根本区别 为什么我前面说 我说这是宰相变秘书呢 就是一个官员有没有权利 你就看他说话的时候 他是必须读稿子 离开小本本就活不了 还是说他可以信马尤江 像江泽民一样 想哪说哪 甚至说出那个什么 我给你学一下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是吧 还说出这样的名句来 哪怕让大家嘲笑呢 是吧 那至少也是一个网络的印象 因为他有权利 眼下没有给到中外记者这个机会 直接跟你的总理对话 证明什么 证明你的总理没有权利 这个逻辑链条 我不知道我说的够不够清楚 我们来回顾一下吧 我找了一些数据和资料 在历年的中共的这个总理记者会上 其实有很多的闪亮点 那我们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当年这个温家宝 温影帝是吧 影帝大人当初呢 有一个招牌特色 就是喜欢引用古诗 你比如说他说什么 说这个寸寸河山寸寸金 是吧 这是用来形容香港的 温家宝呢 现在当然肯定还活呢 但是他肯定也没想到 温家宝今天 香港今天被咱圣上 给搞成这个样子 还寸寸河山寸寸金呢 香港现在变成什么烂样子了 惨死了 好吧 还有包括这个李克强 咱们所说的这个著名的 李克强在2020年的记者会上 说的全中国有6亿人 每个月的收入 也就是1000元人民币 9亿人不足2000元 这个数据就是李克强 当年提出来的 就是在这个会后的记者会上 哪能让总理再这么说呀 多没面子 直接打脸了习近平 所谓的全民脱贫 全国脱贫这个说法 当然提一嘴 中国的全国脱贫 是降低了贫困线的这个幅度 那玩意儿 回头你就把中国的这个贫困线 就拉到一块钱 一年你只要能挣一块钱 你就不算贫穷好不好 中国那绝对是千秋万代 一统江湖 然后再往前倒啊 中国还有一个总理很有名 李鹏 熟悉吧 李鹏 我这个年代都很熟悉李鹏 是吧 李鹏当年的时候 其实也有过一些 不是惊人之举 就是比较载入史册的记载 你比如说当时是1988年 人大新闻局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人大大会 也是换届的这么一个大会 那么会后新当选的国务院总理 当时是李鹏 然后姚依林 田济云 吴学谦等等 在人民大会堂就出席了这个中外的记者发布会 中国的记者发布会 每年大概有一半 60%甚至70%的提问机会 它是不给中国本土媒体的 专门给外国 那你比如说日本 日本每年都至少能捞到一个提问机会 然后剩下其他的分分给欧洲 大部分给美国 那给外国媒体提问的机会 就是实际上等于升高了中国官员的风险 因为它不能像新华社一样 不能像这个CCTV一样 提前串稿 中国的媒体在会场上主要作用是 就是给领导地腿 问一些准备好的问题 尤其现在是更是如此 外媒不是 外媒谁屌你 外媒没人管你这个 所以有风险 现在把风险取消了 你比如说当时李鹏回答了 记者提出的很多尖锐问题 比如说什么 铁德国部长丁关根辞职是怎么回事 中国对于知识分子的压制 和镇压是怎么回事 还有这个什么 李鹏当时有一个什么 说李鹏还澄清了一个网络谣言 就是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提问的 关于李鹏和周恩来所谓的特殊关系的这个问题 你像今天你都难以想象 今天你敢问这个问题 直接寻衅姿势加煽动颠覆直接给你毙了 对不对 当时李鹏居然坦然的向很多中外记者介绍自己的这个背景 也算 可信不可信的另说 就是他谈论这个问题 做了澄清 跟今天相比挺了不起的 虽然说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操作 在海外来说 所以你看到今天 老说中国开到车开到车 你感受不到 你就看看历史 你就感受到了 这倒车车速 油门到底 车门汗死 绝对的没跑 那么好观众朋友们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咱就不一一展开说了 你比如说什么 当年温家宝在会上 是吧 答完最后一个问题 表示说你们要不吃饭的话 咱还可以继续聊 这表达一个人文主义精神 表达了有一定的权力 表达了有一定的宽慰度 还有那谁啊 朱镕基是吧 朱镕基当时也是哪一届 我忘了啊 让那个点名 让那个吴小丽 穿着一身红色衣服的 吴小丽提问 从那个事情开始之后 女记者在提问的时候 就一定要捣食着 又够够又丢丢 增加曝光率等等等等 这些细节 详谈的有很多 以后再说吧 时间来不及了 咱们说回正题 既然大家了解了 这个总理记者会是这样一个历史 过去是这样一个平均水平 甚至包括李克强都有这样的水平 那么到了李强 到了咱们圣上 亲自指挥亲自补补这一朝之后 为什么就停掉了呢 我们直接上干货 核心原因 两字 一个词 权力 权力 你仔细想一想 现在的中国官员 他像什么 他像一个个的傀儡 中国官员高官 没有以前的那个气度 真的啊 我不是给中共起立啊 咱有些人你别 别因为恨中共 完了就连带掉到我头上 好吧 咱们就事论事 你自己去翻找影像 你不管是李鹏 江泽民 再往前 刘少奇 然后往后这个胡锦涛 温家宝 包括李克强为止 到这个为止 你去感受一下 他们的政府官员 在讲话的时候 没有一个像今天的官员这样 他们都有一定的自主权 就什么叫官员 观众朋友 咱们今天直接揭露问题的本质 什么叫官员 官员的定义是 有权力被分配给你 假设说一个国家是一张大饼 360度 是吧 这么一张饼是一个圆 360度 那么切多少的权力到你身上 所有的官员都是参与 这一个圆的权力的分配 只是或多或少 从中国古代开始 皇帝分多少圈 宰相分多少圈 百官分多少圈 等等等等 包括后宫分多少圈 是吧 太监分多少圈 都是在玩这个权力的游戏 没有例外 没有之一 所以到了今天中国 那些像李克强 像温家宝 像朱镕基 他为什么敢于临时改编会议决定 他为什么敢于把这个提问的机会 给到没有经过串通 没有经过提前未稿 没有经过提前审核的外国媒体 百分之七八十 没有八十 百分之六七十的比率 都是能够给到外国媒体 你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权力 他们能够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他们敢于回答记者的问题 以自己的执政理念和精神 甭管这个背后有多少贪污腐败 甭管这里边多少利益勾结 但是他们有权力 他们就敢开这个会 就敢说话并且以此为跳板 传递信息或煽动舆论 他们都敢做这事 但今天不好意思 今天咱们拱手 一定得恭敬 恭敬 定于一尊 定于一尊之后 其他人你们要滚 知道吗 给我滚 没有权力 你们没有权力 什么都得咱圣上说了算 所以这个时候你让李强 再去开这个总理记者会 你就属于 对吧 你这是想要搞事情 你这就是想要让我难堪 你想想外国记者 最近这么多问题 中美问题 台湾问题 包括咱们前面说电动车问题 包括都这么多问题 李强能回答哪个 你告诉我 所有都在咱们圣上前纲独断 他得回去拿小本本记去 权力不在了 表现形式就不在了 要我说呀 中国什么人大呀 什么什么政协呀 都都关了算了 都已经成为大剧院了 花那钱干嘛呢 对吧 咱圣上就前纲独断了 金口欲烟 回头给弄几个祥瑞献上去 对不对 献个祥瑞 当然说归说 笑归笑啊 玩笑归玩笑 咱说回这事情的本质 就是如此 整个国家 为什么我说是改革开放的终结 改革开放的本质是什么 是跟外界做生意吗 你知道在中国的封建王朝 也跟外面做生意啊 对不对 那看何贸易 朝贡献 也是贸易啊 不是说封建王朝 封建腐朽落后 就不跟外界接触 人家封建腐朽落后 腐烂于清政府 还知道送留学生到海外去留学 还知道洋务运动 还知道失忆长忌以致疑呢 这个不是改革开放的核心 改革开放的核心 是权力的分配 那就回到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话题来 改革开放 把权力从计划经济的中央 下放到市场经济 让各个市长 区长 甚至居委会大妈 都有一定的权力 只不过现在咱们圣上因为不自信 他把所有权力都收回来了 那么改革开放就终结了 你们所有人都没有权力 所有事情都得等着咱们圣上审批 而最可笑的是 你觉得他真的处理过来吗 你觉得咱圣上能做到像什么雍正啊 像那些皇帝一样 好家伙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批阅奏折 每一封下面都用玉笔珠批 给你写上回复的这个建议意见 把一个个折子 你们去看看那个是雍正还是谁谁啊 那个皇帝那个起居录 哎呦起居住是吧 那一个个从早上起来 先去给皇太后什么皇阿玛 没有阿玛 皇什么 皇阿娘是吧 皇阿娘 请安 请安完了吃早 用早膳开始工作 然后去健身 健身完了以后再工作 一直到深夜 然后四五点钟再起来上早潮 处理朝政 我的个天呐 谁今天996的人都没有当年皇上卷 我问咱圣上能做到吗 做不到 崇祯我记得好像都都很勤勉 很勤勉 所以那你做不到怎么办 其实权力最后还是要旁落 你权力还是要分配给你身边的进尘 帮你去处理 还不如成一个公开的体系 让权力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然后进入广大的监督 因为你权力足够分散之后 任何一个分散力量加上监督体系之后 你就无法形成对你的蒙地 为什么西方民主制度 你以为西方的极权者傻吗 这才是人家最平安的 就是身前身后 身前身后 台上台下都能够活的 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权力受限 受体制监督 我们使用权力 利用权力 最终也不至于被权力吞噬 这叫制度优势 不是人西方的政治家傻 好吧 中国现在重走长征路 不是长征路的问题 现在中国的玩法就是回到古代的封建帝王时期 我现在等着看咱们国家的 哪个黄阿哥 或者是黄姐 定于一尊 接班跟朝鲜一样 女将军 我就看看有没有这位 什么时候出来 什么时候定太子 为了江山设计早定太子 还有什么继承人 还有什么七上八下 没有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个会议制度 看起来是个小事情 但它传递出来的是 整个这一套内在的政治结构和逻辑 我们抛开 今天谈的内容 抛开现象 把本质拎出来 我觉得应该给大家梳理清楚了 好吧 如果我还有什么 我没说透的 或者没说清楚的 也欢迎大家评论区给我提问留言 我们在后续节目当中 我们抽一小段 再回答大家一些比较关注的 或者大家都想听的一些问题 好吧 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高见 我很期待大家评论区的观点 所以今天的关于李强取消记者会 是吧 咱们就说到这根上 说到结尾上了 就说到这了 好吧 那咱们接着就到这 感谢大家 如果 我这儿忘了说了 如果选出多视频的话 欢迎您点赞订阅 打开旁边小铃铛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